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比方说在这个俄国 这样一个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文明程度不高的国家 它的这个社会结构是非常简单的 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说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 当中就是有一个政治国家 在当中起作用 你只要把这个政治国家推翻了 那么它整个的这个上层建筑就发生了变化 就随着经济发生变化 但是呢 对于一个法达资本主义的 这样一个文明国家来说 它是不可能的 它有市民社会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层面的这样一个机构 所以呢 西方马克思主义呢 它应该说 它不否认啊 它不否认这个苏联的这个哲学 包括列宁思想 有它的合理性 但是它认为这样一个合理性 你对这个苏联的这种合理性呢 不适合西欧 不适合一个法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那么法达资本主义国家 它有它自身的这样一个国家结构 国家结构 所以它要研究它自身的这样一个问题 而这样一个问题呢 就是要研究上层建筑当中的认可 领导权 文明等 整个政治学 这样一些内容 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 政党 这样一些内容 这样一些内容 所以这样呢 也就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 它这国家的研究 应该不同于东方的 这样一个研究的 这样一个特点 这个呢 我稍微讲一下 就是说我们国家 在这个西方马克思联究领域里面 特别是这个 在十九世纪 末到二世纪初的 这样一个 三十年代 四十年代 这样一个哲学转型 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 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 这个认战当中啊 有一种误解 以为了他们讲 就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 对苏联的马克思主义 是全盘否定的 全盘否定的 以为是这样的 其实不是这样的 它刚好反映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这个世纪之教 也就是说二十世纪的 头三十年 所发生的一个变化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就是说 这个马克思主义 在这个十九世纪末 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它展开的是一个国际论战 那么在这个国际论战当中呢 它是有对错之分 它是以对错来衡量的 就是或者你对我错 或者我错 卢森堡和这个列宁之间 你死我活 不是你对就是我对 不是你错就是我错 就是两者必有一个 因为它怎么 它是整个 在这个国际环境里面 就是强调什么 它的观念就是 马克思主义是普遍 而不是特殊 马克思主义啊 作为这个意识形态也好 作为这个理论也好 它是普遍 是一个 这个放置四海而接近的真理 所以它在对任何国家 它都是普遍实用的 这是苏联呢 当时强调的一个基本观点 我们讲了 这是也就是说 它强调什么 马克思对俄国 也是这样一个 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 也是有用的 那么这样一个观念 就形成了什么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普遍 而不能是特殊 而不能是特殊 那么到了这个 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随着这个十月革命的胜利啊 整个的西方 西方的这个无产阶级呢 也相继爆发了革命 那么在这样一个 相继爆发的革命当中 西方全部都失败了 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 全部都失败了 这时候他们就反过来思考 为什么同样的历史环境 同样的历史条件 也就都是在这个 这个十月革命前 这个以后 短短的几年当中 为什么西方无产阶级革命 全部都失败了 他们就反过来在想 所以他们在想的时候 就认为就提出一个观念 什么 马克思主义 任何马克思主义都是特殊 他的理论都是特殊 不可能是普遍 不存在一个普遍的真理 所以他们就认为什么 你苏联的马克思主义 也是特殊 你也不可能是普遍 也不是普遍 就说理直反映的 不是一个抽象的 实用于各个民族的 马克思主义 而是什么 反映的是你的苏联的情况 反映的是你苏联的 这个政治经济文化 落后国家的这样一个 发展的这样一个道路 和他的这样一个革命道路 所以在这样一个批判当中 西方马克思主义 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 这样一个批判当中 他不是说全盘否定 说你这个苏联马克思主义 一无是处 而是说什么 你仅仅是适合你的国家的 这样一个情况 而不适合于我 法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 那么我法达资本主义国家呢 要建立和我自身民族相联系的 这样一个理论 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 为什么他们都要强调 理论和实践的 这样一个总体性 要讨论理论和实践的范畴 就是说没有一个脱离实践的 这样一个抽象的 这样一个理论的范畴 任何理论它都是特殊 都是反映了它的实在 它的民族的特征 没有一个脱离了 这样一个实践的 这样一个抽象的理论 那么这样一个情况 它实际上什么 它对苏联的这个马克思主义啊 它只是把它从普遍化为特殊 而不是说你所有的理论都是错的 它承认你对于俄国的十月革命 证明了你的这样一个成功 你对你的这个革命来说 包括列宁的理论 不否论它的这样一个正确性 但是它不能完全 适合于西方的这样一个国家 那么西方国家呢 必须要创立自己的马克思主义 这就使马克思主义从什么 从一般转向了特殊 走向了世界的这样一个多元化 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多元化 在世界上东方民族和西方民族的 这样一个不同的这样一个发展 不同的发展 所以到了这个20世纪的20年代到30年代 马克思主义的这样走向一个民族化的 这样一个多元发展 就是什么 从普遍的退到了这样一个特殊里面 特殊里面 其实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刚好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也是通过什么批判那种普遍 强调特殊 而走向了这样一个中国马克思创造 所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和这个苏联马克思主义 它也是不同的 它也是不同的 那么我在这儿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一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 对苏联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时候 不要把它搞混了 以为是西方马克思和这个苏联马克思 绝对对立的 以为他就是把它所有的原理都批了 然后自己强调自己的理论 刚好他不是这样的 他只是说 你的理论只适合你的这样一个 民族的这样一个情况 这一点他是不否认的 他所否认的是什么呢 否认的是 你不能把你所谓一个普遍 来运用于我的这样一个 西方的这样一个民族 我西方的国家 有我自身的特点 所以我要由我自己的 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 针对我的这样一个对象 进行这样一个批判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 由普遍到这个特殊 当然这样一个 从普遍到特殊的这样一个发展 它有一个什么 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 以整个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来说 它有一个什么 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观的 一个变革问题 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观的变革问题 就是说 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究竟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 如果你认为是多元一元的 那就说你成能有一个什么 超越于这个民族界限的 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 是吧 就是我们就像我们以前 我们可以用这个 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去否定西方马克思主义 说你所有都是一旦学说 也可以去否定这个其他的 我们也可以去否定所有的 就认为我是正确的 而别人是错误的 其实实际上呢 这一点呢 刚好是和西方马克思主义 所主导的这样一个观念是不同的 我们自己也没有照这样一个观念走 所以当时探讨这个马克思主义的 这样一个特殊性 每一个民族创造的这样一个特殊性 其实刚好就是什么 刚好就是反映了这样一个时代 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变革 世界马克思主义观 那么在这样一个面对 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 这样一个变革当中 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够用于一种 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 正确的这样一个标准 去衡量其他的这样一个民族 每个民族都有他自身的这样一个创造 可能到今天我们国家还有一些 没有办法接受这样一个观点 但是如果你要承认了 这样一个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变革 就是说如果客观的去分析 研究他们的思想的话 你会看到他所提出的这样一个 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变革 他不是全盘否定这个苏联的 而刚好是要变革这样一种观念 不能够以这个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 来这个裁决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 刚好强调每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 应该根据他本民族的实践的这样一个发展 来这个形成自身的这样一个理论 自身理论 这就是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变革 所以我们说葛兰西前面我们一开始讲了 就说葛兰西这个有两种哲学家 一种哲学家他是在别人的范式里面 就是已经创造的这个观念里面 进行具体的研究 那么有一种哲学家是提出 这个新的观念的 就是说可以说他可能是 没有对具体的问题做体解 但是他勾画了整个 这个一个新时代的这样一个哲学观念 那么其他的思想家 都是按照他这个观念的节奏 来开展研究的 那么葛兰西可以说是这样一个哲学家 这是我们前面讲的 那么他体现在很多方面 开提这个法达资本主义国家的 政治哲学的研究 以及在这个里面形成的要求什么 要求这个 就是说对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这样一个特殊性的这样一个研究 特殊性强调他的 就是说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 从这个对普遍性的这样一个追求 这个形成一个什么 对本身的这样一个特殊理论的 这样一个追求 这个是相联系的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还有一个问题 当我们讲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这样一个特殊性的时候 还有一个问题 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 不是说没有理论的 马克思没有理论 而是说他的理论是什么 是他的实践的抽象 而不是一个什么 像葛兰西所说的 那种任意的随意的抽象的意识形态 就是说一个随意的 然后和这个现实实践 无关的意识形态 而刚好什么 他要求的是和他的实践相联系的 和他的基础相一致的这样一种意识形态 所以呢 这种理论呢 他本身是有理论的 是有理论的 不过说这个理论呢 是应该和他的基础相联系的 所以这是两个问题 当讲马克思主义特殊性的时候 不是说不要理论 而是说这个理论不能是抽象的一般 而应该是什么 是他的这个现实实践的一个反应 现实实践反应 这就是他们讨论的理论和实践关系的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这个意义啊 这样一个意义 那么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他强调这个政治学啊 他应该有自身的性质和特点 就是说政治学应该是一门独立的科学 他虽然是以实践哲学为基础的 但是他有他自身的特点 自身的特点 也就是说政治学 他作为辩证法 作为辩证法 在这样一个意义上呢 他是实践哲学的一个有机走成部分 但是他你不能把政治学啊 等同于实践哲学 就是政治学作为国家的科学 他主要联究国家当中的统治阶级 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复杂的实践的 和理论的活动 所以这个政治学啊 有他自身的对象的 你就要联究这个国家当中的统治阶级 和被统治之间的这样 被统治阶级之间的 被统治者之间的这样一个 他们的实践联系 和这个理论活动的这样一个关系 研究和调供能类发展的各种条件和法则 也就是说呢 这就和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 研究上层建筑哲学是有严格的区别的 严格的区别 就是我不仅仅是在上 作为一个形而上学的 这样一个历史层面上进行研究 就是说你要有一个 包括所以他们就在这个里面 比方说政治学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什么 控制 就是你这个社会啊 你怎么这个领导阶级啊 你怎么对社会进行一个控制 你本身就要对控制这个概念进行研究 我可以说 我对这个比方说 我要是研究形而上的话 我完全可以不研究这个概念 但是你要是研究这个政治学的话 你就一定要研究控制这个概念 就是它的控制是什么可能的 是如何可能的 这是一个政治学啊 必须要研究的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在这一点上呢 他是反对布哈林 把社会学等同于哲学 他认为怎么能够把政治学 等同于哲学呢 政治学应该是什么 他是不同于哲学 因为我们前面讲了 布哈林他是什么 政治学 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社会学呢 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就是社会学 所以他相等的 相等的 他认为啊 不应该是有这样一个 等同应该是有一个区分 所以他呢 强调啊 马基亚为例的观点 就是说要以政治科学 就是说从政治科学的这样一个方式上进行提问 就提出什么 政治科学是一个自主的活动 是一种自主的活动 它具有于道德和宗教不同的自身原则和规律 就是你要把它不是说完全和这个道德和宗教相联系的 就是它有它自身的规律 也就是说你要把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话 作为一门科学 它应该有它的自主性的原则 自主性的原则 你要把它把握出来 那么其次呢 他说马基亚为例的政治学不是道德的说教 而是积极的教化 就是要唤起意大利的人民和民族的这样一个民主意识 民主意识 唤起当时的这样一个革命的阶级 所以这也就是说 这两个方面应该构成政治学的这样一个论务 政治学的论务 所以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呢 他把这个资本主义 法达国家的这样一个市民社会 然后通过研究这样一个市民社会的结构 和他的民族精神道德改革文化 作为政治学的主要内容 政治学的主要内容 这就是他讲的这样一个政治哲学 这就是他的这样一个政治哲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政治 他所表达政治哲学的范畴呢 就是领导权知识和这个政党 那么这个都是围绕什么 这个也就是围绕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他们是如何控制的 如何控制的 所以他就通过这样一些范畴啊 来进行研究 那么我们首先看一看他讲的市民社会的理论 什么是市民社会 既然他说这个政治学是研究市民社会 研究国家问题 而法达资本主义的国家就是市民社会 那么什么是市民社会 什么是市民社会 也就是说他的市民社会理论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前面讲了 就是说市民社会这个概念呢 实际上它是什么 一个历史性的概念 就是它在每一个人那儿 它是不同的 市民社会最早呢 它是在古希腊就已经有了 但是它真正作为一个市民社会阶层的兴起 就是说古希腊 它虽然有市民社会 可以说这是西方人的一个传统啊 市民社会的形成什么 在这个实际上它形成什么 公民意识 形成公民意识 所以它有这样一个传统 但是呢 真正的市民社会的兴起 市民社会的兴起和民主相联系的这种市民社会兴起啊 它还是近代哲学的产物 就是说市民社会和国家对立起来 形成现代国家 这是一个近代哲学的这样一个产物 也就是说在近代社会才发展起来的 才发展起来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发展当中呢 在这样一个发展当中我们讲了 在自由 又经过了一个由自由资本到垄断资本的这样一个过程 这样一个过程 在马克思那儿呢 国家和市民社会的这样一个分立 可以说是资产阶级发展的结果 资产阶级发展的结果 你资产阶级壮大了 它就从什么 市民社会从国家里面呢 分立出来了 分立出来了 变成了一个什么 社会基础 这就形成什么 国家和社会的对立 国家和社会的对立 所以你们看这个很多这个 读这个马克思的这个 呃 这个最著名的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184年经济学手稿 马克思用的社会概念是一个什么概念 社会概念是什么概念 不是我们讲的这个 社会的人群啊 这样一个概念 他讲的社会的本质是什么 指的是市民社会 指的是市民社会 就是说是和国家相分立的 这样一个权力的这样一个机构 就是现成的这样一个社会是什么 所以他说这个 我们要建立在这个 他说现代社会 他是一种这个建立在社会的人 他讲的社会人是什么 刚好是市民社会 就是说现代国家的这样一个人 现代社会的这样一个人 而不是讲的这个其他的一个 泛用的这样一个概念 泛用这样概念 所以他在肯定了这个 马克思在这个基础上 他是肯定了这个市民社会的 这样一个社会性质和私人性质 私人性质 那么在这一点上呢 可以说是既然这个 马克思讲的市民社会 指的是现代国家 所以葛兰西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啊 定义国家概念的 定义国家概念 所以呢就从这一点上看呢 他和马克思的思想是一致的 就是把这个市民社会等同于社会 等同于一种社会 强调社会的私人 但是呢我们说了 葛兰西啊 他不把这个市民社会归于经济基础 而是把他看作是上层建筑当中 和传统的异议国家相对的一面 相对的一面 那么这一点呢 他是和这个马克思的观点啊 是不一致的 是不一致的 就是马克思仅仅把这个市民社啊 归于经济基础 而葛兰西呢强调他说市民社会啊 是和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相对的另外一面 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是什么 政治国家 是政治国家 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是政治国家 他说和传统意义的政治国家相对的另外一面是什么呢 他是市民社会 所以呢这样呢 他就把这个上层建筑的内部结构做了一个区分 所以他说我们目前啊 确定两个上层建筑的阶层 他说在也就是说是现代国家 他有两个上层建筑的阶层 一个可以称之为什么 就是说现代国家了 马克思那时候把这个现代国家和这个政治国家 把它区分开来的时候强调什么 以现代国家这个取代政治国家 我们讲黑格尔法则学批判的时候已经讲了 那么这个国家他讲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想现代国家他只是说 他是一个民主制的国家 是吧 这个他讲了民主制国家 民主制国家的内部结构是什么 内部结构是什么 他的民主是通过这个国家结构当中的 哪一个部分表现出来的 马克思并没有这个展开研究 展开研究 所以葛兰西呢就做了一个区分 他就说现在这个国家 确定为这个两个上层建筑的阶层 一个呢称作是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 那么这个市民社会呢 他表现为什么 表现为一种这个私人的组织的总和 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私人组织 包括这个报刊啊 这个民间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非官方的这样一个组织啊 那么这些都是啊 属于这个市民社会的 他说另外一个呢 是政治社会或者是国家 或者是国家 也就是说呢 他是作为原来的这个政治国家 所保留了这样一个政治功能 政治功能 所以呢他说这两个阶层一方面呢 是相当于统治集团通过社会权力的 这样一个霸权职能 另外一个呢是相当于通过国家 和司法政府所行事的 直接的统治和管辖职能 所以他们的职能是不一样的 那么也就是说市民社会 他是统过什么 他讲的霸权实际上就讲的领导权 他的领导权 所以他的领导权是讲的什么 不是讲的你的这个 通过这个政府的这个司法 通过这个政府司法 所形成的这样一个权力 不是通过这个 而是通过什么 你的文化的领导权 你一个 你一个这个阶级 你可以说你具有政权 但是你不具有文化的领导权 别的人民群众都不相信你了 就是你就伤识了这样一个文化领导权 文化领导权 所以你这个国家统治 他这个区分什么 作为国家的统治和控制 就是说你这个一个国家 对这个被统治者的一个控制 控制和反控制之间 它是包含两层的 一个就是说什么 一个是你通过这个国家机器 这种政权机器来进行控制 那么还有一个什么 你是要通过你的文化领导权进行控制的 也就是说你要通过这种道德来进行控制 让别人能够在文化上论可理 在文化上论可理 所以他这种区分实际上就讲了 现在国家的这样一个控制权力啊 它实际上是包含什么 包含两个方面 两个方面 所以他说在这两个职能当中呢 市民社会执行的是什么 社会的个体组织社会 实现社会的文化和道德变革的功能 变革的功能 所以他行使的是文化的领导权 也就是这个领导权的基础是什么 是论可 是论可 就是说不是通过强权力强制他的 是我一种自愿的 是我一种自愿的 那么这是一种 他说另外一种呢 他说政治社会啊 执行的是一个王权的意志 和统治阶级的意志 它所行使的呢 是统治的功能 行使的这样一个统治的基础 它是强制 就是它是通过这个国家机器的 这样一个强制啊 来维持这个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 他说这个在这两个国家的 这两个层面当中呢 葛兰西更重视的是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 因为他认为啊 他这个市民社会呢 是现代国家发展起来的功能 是决定现代国家性质的 更重要的方面 更重要的方面 所以呢他把市民社会啊 又称之为伦理国家 称之为伦理国家 也就是说他把这个国家 如果说这些市民社会也是国家的话 一个是政治国家 一个是什么 伦理国家 所以他说一个呢 是政治国家 一个是能理国家 有点赞 百分之中 必须有点赞